小部分,一大部分還沒講 所以我就先等一下 今天把它講完 然後我們再一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大概是下禮拜 禮拜天才會有 那我們上個禮拜 就基本上講到那個Complex 它的應用 我們上個禮拜也講到那個Complex的應用 還有 那這個 基本上 這個就是你們的作業 你們就會講到這裡 那我現在先把這個 稍微 稍微 上個禮拜那些我把它復行一下 好 我們講到什麼地方 我們這個 把它復行一下 那這裡 這裡 這裡面我們稍微講到 就是我們怎麼用 用這個Complex 的速水工具 讓我們來解題目 比較容易一點 那麼實際上 在真實的世界 是沒有所謂的J 這個東西 Jωt 這個是數學家 他們這個 利用他們的想像空間 把它發明一個叫做J 是根號的-1 那麼根號的-1 我們都想到這個是不存在的 只能存在在你的腦筋裡頭 那實際上的世界上 是沒有什麼根號-1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有這個樣的 數學工具 讓我們來解 整個 整個 我們講ODE ODE 就是Odinario Differential Equation 就是維恩方整 比較好解 所以我們這樣看起來 好像是都有這個J 都有這個J 在這個裡頭 但是這個J 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 假如你單單看這個Wjω 這個Jω沒有意義 記得意義就沒有 但是你假如把它看它的大小 Ampitude 還有它的Angle 就有意義了 因為它的大小 它的Angle 我告訴你什麼 我再解釋一下 我們再來看 所以 我們在這裡 就用所謂的這種 用J 我們用J 這個概念 用Compress 這個概念來解題目 這樣子 那麼 在這裡 所謂FIF 就是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 都是在講Steady State 注意 我們講Steady State 什麼叫Steady State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所謂Steady State 就是 我們這個Transcent Response 沒有Transcent Response 沒有Transcent Response 在這裡 為什麼 什麼叫做沒有Transcent Response 因為我們一般的解釋 一般解釋 一般解釋 包含兩種 一般解釋 一般解釋 包含兩種 包含一種叫做 Transcent Response 一種叫做 一種叫做 那種叫做 那你們在工程數學學過的,這個是Hoposinia Solution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Hoposinia Solution 我們講的Hoposinia Solution 是幹嘛?假設什麼?沒有Force的時候 你們的圓方整個的右邊等於0的時候,對吧? Particular Solution是什麼? 是你右邊有Force,有東西的時候 那我們叫做Particular Solution 所以一般的Physical 我們在這個物理界上,它一定有一般來講是 這個加上這個,就好像你們 你們在工程室學的Solution是這個加這個吧,對吧? 那這個,什麼時候沒有? 沒有出此條件,它就等於0,對吧? 沒有出此條件 沒有出此條件的時候,這個是等於,它會等於0喔 那在一般物理界上,我們在這個物理界上,那麼地震還沒來以前 我們都假設它是什麼都沒有,對吧? 所以沒有出此條件 沒有出此條件,沒有initial condition的時候 就不應該有transer response 這樣聽懂嗎? 所以你們學的 這個工程室學啊 這個是工程室學 這個是室學家講的 定義 這個是我們工程界講的定義 這樣聽懂嗎? 所以你們學的工程室學啊 所以你們學的工程室學啊 跟我們真正在物理界上 在真正的實際的世界裡頭啊 那我們一般工程人 工程人都講叫做transer response steady state response 那FIF一定是在講 steady state response 我們在這裡,我們沒有講到transer response 所以你們在做實驗裡面要想要做 如果想要得到這個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的話 你們要確定啊 就是沒有transer response 大家聽懂嗎? 所以你們學數學啊 學工程室學啊 要學會怎麼應用啊 那所以數學 你假如說不會應用的話 你是白學的 都還給老師的 你要真正應用到真正實際上應用的時候啊 那你就要注意這個 這個專理名詞 transer response steady state response 那我們在這裡講到steady state response 那你們講講工程室學的時候啊 你們可能也會用應用到這種solution 假設那個solution啊 是等於有一個j omega 就是有complex expotential j omega t 對吧 你們都是這樣學的 你們就學過吧工程室學 學過啦 但是那麼那時候老師一定教你說啊 你就這樣做就對了啦 對吧 其實是不對 加了他跟人家 我們叫artificially加了一個j 實際上的真正的物理 或者是真正的世界上 是沒有所謂的complex response 那只是為了解題目方便 所以你最後的結果啊 他的solution其實應該像這樣子 這個才是真正你的solution 你的solution是 你的solution是 W quave omega cos omega t minus phi 那你的這個 這個w phi 就是你的amplitude 你只要用這個來解的話 就是它的amplitude 你解到它的amplitude 就對了 那一個complex member 你會解amplitude 那再來一點點 這個ampl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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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解 你把那個complex 得到以後 把imensional part 除以real part 就對了 就是這樣容易啦 所以真正在我們 雖然用這個complex來做 但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就是要解這兩個 一個amplitude 一個face 因為amplitude 解出來 face 解出來 它的solution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解 你聽懂嗎 所以你的solution 本身是應該沒有的 所以我這裡為什麼寫一個c 在這裡啊 就是因為它是complex 但是這個complex 這個solution w subc complex是沒有意義的 沒有物理意義的 這樣聽懂嗎 所以我們在這裡講 complex number 在這裡 只是我們拿來當作一個 幾個數學的工具 這樣聽懂嗎 有時候講到這個 這種概念 這種是一個概念而已 所以什麼叫做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 那個倒拍的在那裡 那個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 它一定要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amplitude 一個叫做face angle 大家聽懂嗎 好 因為這兩個才有物理意義 這個amplitude跟face angle 才有意義 好 那麼face angle的代表意義 就是說它跟你的input 其實有一個face delay 就是一個叫做2π dividedω 就是這個φ除以ω 就是一個face delay在這裡 這是物理意義的 所以你進去以後 你一個force進來 你真正response就會晚一點 它不會馬上就有response 所以你地震來 它也是有一個face lag 所以地震雖然已經開始咬你了 你真的有感覺 就有那麼一個face delay 就是要慢一點 這是要聽懂的 這個是它的本身物理 好 那麼這兩個 這一條線 這裡我們叫做game 好 那db怎麼算在這裡 這個是db算 那這個db為什麼 我們大家現在工程界大部分 都用db 這個只是習慣用語的 沒有什麼特別道理 那畫 為什麼要這樣畫 因為這樣畫的話 那麼你就 你就畫出來的那個結果 那可以畫的這個scale 會可以畫的比較大 然後其實重點是在這裡 40db就是100% Lock 20 Lock 10 100 是多少 40 40 就是100% Gain 就是100 所以 40db呢 代表Gain 就是100 Gain 就是100 這樣聽到了 所以 人家講40db 40db 40db 我的Gain 我的那個叫做Gain 那個Application 我們叫Gain Gain 就是說 你給他的 你地震給你 只有一米 一米 一米 那麼 你的Response 是100倍 那就是40db 聽懂啊 你的地震來 他的政府 就是一米 那 你的 你的這個大樓的政府是100米 那就是40db 假設這樣的話 當然倒掉了啦 一米 又40米 倒掉了啦 那地震當然不會那麼大啦 他政府 最多只是幾個mm 那在整個100也不會那麼大啦 但是當然最好是不要100啦 所以我們db當然越來越小越好啦 好 那麼 什麼時候這個 這個低低最高呢 就是共振 我們這個叫共振 這樣看懂這個圖嗎 這個圖的 這個 這個 橫軸是什麼 就是你的地震頻率 就是你用力的頻率啦 我沒有用地震來講比較簡單啦 那你的鑽軸就是你的db 就是你的gain 所謂gain就是說 你進來的政府 跟你反應出來的政府 steady state response steady state response的政府 你的steady state response的政府 除以你的地震來的政府 就是我的gain 懂嗎 它的倍數 你看懂嗎 這個圖 所以你的地震 你的講到omega n 我們講到omega n 是1 1 一個radio per second 我們講說omega n 是1 好 那麼 那麼 我的地震的那個頻率 講到也是1 radio per second 那麼很不幸的 你在這裡就有將近30個db 那30db很大喔 雖然不是100倍 也是幾十倍啦 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你在設計你的大樓的時候 你要注意 你要看看你的地震 我們一般來講就是依照 經驗法則 我們地震有多少頻率 我們盡量避免那個頻率啦 對吧 這樣聽懂嗎 好 那我問你 你的頻率越高越好還是越低 你設計的頻率應該越高越好 越低越好 比一個radio per second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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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順時 地震比一還高,應該比哪一個比較好? 這個也可以投資的,你覺得你應該是哪一個比較好? 你們先想一想吧,設計就是這樣,所以設計大樓就是要怎麼樣設計 那麼這一條curve,這個curve,我們怎麼樣畫? 我們講的要你去做實驗,那你怎麼樣來畫這一條線出來? 你怎麼做實驗畫到這一條線出來? 我們上面這個gain的db,請你們去畫這一條線到實驗室去 那我系統也不告訴你,你怎麼樣可以,你如何畫這條線? 你們會畫嗎? 會不會畫?會還是不會? 好,這一條線 好,我們這邊把這個插掉 那你這一條線怎麼畫? 好,這邊一條線 好,這邊一條線 好,那麼,大概從零,這裡這零 那我用這一條線來,一珠,下來 這個是我的db,gain 這個是我的omega 好,那我這一條線怎麼畫? 我找的是一個老師,或者是一個指導老師 我說好,這個就是你的碩士論文 以這個實驗室,我給你一個系統 以及實驗室把我這個條畫畫出來 你改 21ками 請看 那就緊張 89就好 好吃嗎? 一分 semester 牛 Damit 給你 態度 引發 我給你一個系統,假設這個系統是一個簡單的結構給你 假設你離去地震中心,你就會有一個小的某形的大樓 那你怎麼畫? 所以這條線你就是要了解得很清楚,你就會畫 假設我的,這個是我的omega 1 我說我給他omega 1 那這個我沒曉得,假設這個是我們的omega m 就是系統的 的地球頻率 我給我給這個一個頻率,那我去量他的政府,那是不是這一點? 對 對嗎? 蛤? 方程式 方程式 所以你看 我假設不給你們這個方程式 這個是方程式,假設這個是系統 這個一個系統 好,那我給他一個力道 力道 好,這一點 Omega 1 就是我那個Omega 1 我給他一個 Omega n square 的A cos Omega t Omega 就是那個Omega 我給他一個政府 政府就是那個Omega n square A 那個時候我也可以自己給他 總可以吧 可以嗎? 不要打一打 在這裏唱讀腳戲已經唱這麽久了 你們只要給我一個答案,有沒有聽懂 這個假設是我的系統 我給他一個 force 那這個 force 就是等於 omega n square 這個 a 因為這個是 a 隨便的 是給你 omega 1 t 那我在這裏量 可以嗎 我給他這麽大的 force 我再量這裏 他的答案應該多少 應該 omega t 等於 在那裏 大的 omega 1 pose omega 1 t 減 這個 好 好 這個小的吧 你自己給的啊 啊 這個都是givin啊 你量出來 這個轉規劃圖吧 啊 可以 他的政府小不小的 小的 這個政府 這個政府你也可以量從你的表 從你的表 可以小不小的 小的 這個政府小的 這個政府小的 我那個givin你會不會算 會 那我第一點不是就出來啦 有沒道理 好 這第一個實驗 第二個實驗 我給他另外一個 omega 2 我要同樣的辦法 我這一點是不是量出來 量到了 對嗎 量到了 好 好 那我這做十個實驗 omega 3 點點點點 我做十個實驗 這個omega 10 那我還可以 我可以發幾點 十點 對吧 十點我把它連一條線 這個是不是出來啊 對齁 對齁 不要開玩笑 1970年代以前 就是這樣做實驗的 所以做一個實驗都要好幾個月 因為他可能要做一百點啦 十點夠嗎 也可能不夠 這個圖就可以發出來了 你共證在哪裡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不一定 但是至少 就在路徑嘛 對吧 所以1970年代以前的做System Adia 就這樣做了 每做一次給他不同賓力 每做一次給他不同賓力 做一次給他不同賓力 做一次給他不同賓力 不同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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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量他的外部 量他的政府 那除一除 这个不就出来了吗 好 那他的Face Angle 怎么做 刚好有个图给你 比较一下 不是吗 我刚刚有个图给你 比较一下 这个Face Angle 不是这样子吗 这个懒的是Input 绿的是Output 可以吗 现在好像蓝的是比地的腕一步 对吧 可以听懂吗 所以不用竖嘴啦 这实验室也可以做啦 可是问题就来了 假的每做一个Face Angle 像这样的Games 每画一个图 每画这样一个图 那么就要好几个月 那年生没有好几个月 那年生没有好几个月啦 没有多少好几个月啦 不过你不要小看这个 1970年代 太空做所有做实验都是好几个月啦 好 现在听懂吗 听到了喔 OK 那我们在这里啊 就是数学就是数学啦 好 我们就是要避免这样做 要做那么多次 我们能不能做一次 就把这个图拒绝 懂这个意思吗 好 我们假设说我们系统不晓得了 这个 这个 我们一般来讲 这个不同 不晓得了啦 这个系统不晓得了啦 We don't know 所以我们不能说 简单用一个数学方程式 我们就 喔 我这个就是这样子 我的Optu就是放成这样子 不好意思 Om不晓得 Zn也不晓得 这个系统不晓得 而且他可能有好几个频率 不是只有一个 Mation Frequency 好几个 不是只有一个 那怎么办 所以 现在这一堂课 就是要教你 不用做一百个实验 你做一个实验就可以啦 这样过去一句话吧 这就是我们 CISMID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 一个东西 好 那我们想得到 什么叫做 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 懂啦 这个懂啦 好 那么这个也懂啦 好 这个也会啦 假如这个是一个实验出来的 那你至少要做一百点 甚至一千点 你做越多 你那个peak 这个peak 你就越准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你可能做错了 你的十点都在这里 十点都在这里 那一点还是没有看到 对吧 那你怎么想到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 现在往下讲 就是要讲 怎么算 好 所以这个db 注意 这个db 这个算db 大部分的人 算db 都是用这样算的 都是我们讲 刚刚那个db算嘛 那么大部分画图 也是这样画的 都是这样画的 好 那么 那么 重轴啊 这个 对 重轴啊 有的是用lock去画 那刚刚那个不是lock 这个是 这个也是lock去画的 我们看看 有的是 不一样 我们再回去 好 这个是lock画的 好 所以要注意 这个画这个也有点道理的 这个是lock去画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假设我的系统有两个 我有两个degree freedom 假设我有两个平例在里头 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这个大楼 不止第二个平例 natural frequency有两个 好 两个 那怎么办 假设说我们这个是有两个 所以这个是second order equation 要两个degree freedom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个complex 这个概念去做 假设我们U呢 用这个complex 当然 你的input绝对不会complex 你的U只有cos 或者sine 就是这样讲 那cosine 我总可以用数学办法 把它写成一个complex的input 这样可以吧 这只是一个把它解释出来 把它表述出来 当然你跟人家加了一些 我们叫人工的j在里头 那要注意那个人工j 你算出来的时候 那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回还原 所以steady state也是同样的 假设说我们一不是用ejω 那albert也是ejω 我们得把它进去 把它这个带进去以后 我们就有这样一个metrics equation 或者是一个complex的metrics equation 好 那complex的metrics equation 那么steady state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算 这样就是说 我们把它complex 我这里 只是教你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就是 你看 我有all by all的metrics 那我把它make inverse 那inverse以后呢 那么我就可以 这个算法就是 再次 一个比较 所以 这个算法就是 你们像是 我给你